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阳光跳出了云彩间 温度直线飞登上天 不管季节如何变迁 这热情永远不会有所改变 也许只是一个画面 回忆是不会被磨灭 等待去为了那一瞬间 就不怕未来有多么危险 听到耳边传来音乐 所有人笑得又那么甜 想念你跨越了地平线 你悄悄进入心中的Top 10 爱你胜过我多一点 至少我是如此绝对 也许美丽太有期限 你却在心中熟悉的定位 在我心里面 多么明显 你的一切 就好像天上人间 你在我里面 不管多远 黑夜白天 涌尽我所有思念 张佳希所创作的歌曲 《天上人间》 送给亲爱的朋友 欢迎你收听心灵丸岛 依如非常的开心 又可以和你相会在空中了 上一次我们聊到一个话题 什么是学校教得少 但是出社会 却很重要的能力呢 依如收到了一些朋友的回应 谈到他们出了社会之后 才发学 哦原来这些知识 或者是这些能力 这些态度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惜以前呢 在学校没有多一点的学习 譬如有一位女同学QQ 大学时期好几次到兰语当志工 结果呢 认识了很多兰语学生 也很羡慕在那里教书的老师 毕业之后呢 在姻缘际会之下 他就到兰语去教书了 而到兰语工作 他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 认识跟自己不同文化的族群 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后来重新思考 才发现这是一个习惯 而每个地方的习惯和想法都不一样 不能勉强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思 他得尊重不同的文化 而且呢 要学习独立 因为到陌生的地方生活嘛 比如说他要学习 自己修理马桶 修水电 自己修理机车 从前他就是教滴滴的嘛 父母保护得很好 但现在呢 他却要学会独当一面 那另外他觉得 还在学校的弟弟妹妹们 如果想要培养 懂得尊重不同文化的能力 可以在学期间 去不同的地方旅行或参观 培养宽阔的视野 到现在呢 QQ还是常常去不同的地方旅行 继续地去了解 深入不同的文化 交各地的朋友 那他的身边呢 有一些的朋友 到世界各地当志工 像是缅甸啦 非洲啦 辽国啦 体验异国的文化 一边呢 去学习怎么服务 有缺乏的弱势族群 QQ觉得 如果啊 他有机会在学校里面 开一门课 他会开 介绍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 然后呢 利用假日带学生去旅行 那最好就是去那种原始的地方 用走路 或是很缓慢的方式 来体验当地人 或许辛苦 却多彩多姿的生活 对于QQ的分享 你觉得哪一个部分 让你蛮受用的啊 是体会过团体生活 练习和不同的人相处 还是呢 认识和自己不同的文化 练习 放下你的坚持 放下你的习惯 或是呢 要懂得出去 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而不要呢 躲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其实英如也很鼓励你 可以到海外当志工 因为很多人 当了一次海外志工 回来就好像 脱胎换骨一样 变好多 思想啊 眼界啊 生活态度 都变得很不一样 想不想要体会一下 那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如果可以呢 去参加海外的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体会哦 那如果你想多一点的了解 海外志工的生活 我推荐你一本好书 是爱呆西非 莲嘉恩 涉事45度下的小医生手记 就说到 莲嘉恩医师 到西非当台湾第一届 替代艺男的经历 在书里面呢 写出当地的一些 风土民情文化 还有呢 他当时候推动的一些活动 怎么去改善当地的生活 而且他的文笔呢 很幽默风趣 读起来呢 一点都不难读啊 读就觉得很快乐 欢迎你呢 可以看看这本书 去了解海外志工的生活 也鼓励你呢 参加看看海外志工 或者是国内的志工 我都觉得是很棒的学习哦 明天 仍有许多考验 所以时间不断有经验 就算 只是个小医院 就希望能够在和你见面 深情 不是你去试验 世界 虽然伤得可怜 只要一次 抱歉自己 从我的手中 传送不清感觉 在我心里面 多么明显 你的一切 就好像天上人间 你在我里面 你在我里面 不管多远 黑夜白天 用尽我所有思念 在我心里面 多么明显 你爱的一切 就好像天上人间 你在我里面 不管多远 黑夜白天 用尽我所有思念 你在我里面 你在我里面 不管多远 黑夜白天 用尽我所有思念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每一天都是你所赐的礼物 求你加添我们更多的热情 投入在生活里 可以用心感受 你所赐予的每一天 也让我们在各样的事物中 有新的体会 学习和成长 让我们的视野 变得更加的宽阔 孩子这样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亲爱的朋友 我们今天呢 再次聊到这个 什么是学校教得少 但是出社会 却很重要的能力 也非常的欢迎你呢 进入心灵丸岛的 Facebook来分享 祝福你有一个充实 美好的学校生活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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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verything's gonna chang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verything's gonna change 有着完全释放的自由 是那么真实 是那么自然 有了你 努力下去的力量